大家好,这里是零度解说 在9月15号的下午 这以太坊正式宣布合并完成 ETH重组进入2.0时代 也就是由工作量证明 作为股权证明 这就意味着 ETH挖矿已成为历史 从此以后 将无法通过这些显卡来进行挖掘以太坊 现在的显卡矿工们 该关机的关机 该抛车的抛售 很多的等等胆都快靠近快了 就差千页目睹小飞人了 前几天一位推特上的网友 放出了一个视频 在这视频上我们可以看到 他直接用这个高压水墙 对矿机的显卡进行清洗 然后再用超声波 加西方水浸泡消毒 以实现PC版的除够 冲洗以后的显卡 然后把它冲出到艾首市场去出售 其实在他算上是比较良心的 部分的下游厂商 他们甚至直接拿艾首的矿卡来进行放心 然后安装到整机里进行出售 也就是把艾首显卡 卖出全新显卡的价格 所以说等等胆门 情况你怕不怕 如果你最近要配置新电脑 我还是建议不要购买这整机的 否则的话 路看概率非常大 因为根据卡巴上的一位网友表示 一波锦囊小撮以及靠岸 这笔货是由国外的某大矿产 运到青岛的矿卡 数量非常宝大 而显卡价格非常便宜 估计早就被商贩盯上了 他们顶多拿去稍微处理一下 然后安装在整机里 最后卖给一些游戏玩家 而且这次是冰山一脚而已 现在出现这种情况 最大变化就是这个 之前使用消费级显卡 挖加密货币的矿工 不会再有利可图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Weltor麦的网站 一看就知道了 现在不管使用什么显卡 哪怕那电费降到0.1 计算出来以后 你的挖矿收益都是负的 比如像ETH 或者是ETHW ERGO 不要币等等都是负的 现在通过显卡挖矿 这里面收益全都是负的 没有任何一个加密货币 你能获益的 这些收益是负的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铁所挖的币种的价值 扣除电费以后 你还要搭钱进去 所以说现在去挖矿 还不如是直接去购买 来得更实在 这非常现实啊 你拿更多钱去缴电费挖矿 跟你拿更少的钱 去直接购买 所以获得加密货币数量是一样的 而且挖矿你还不算 这个挖矿的显卡还算好 所以很多的矿工就直接关机了 看中两个加密货币会长 部分人会直接拿出本应该挖矿的电费 去拼得购买这加密货币 这样来得更快 更实在 比如我们先去欧益平台来看一下 打开欧益的官网以后 在上面它会写着主流币种的单级价格 比如说有这个比特币的 以太坊的 莱特币 狗狗币等等 这是他们单级的价格 比特币现在已经跌到19000美金了 还有这个以太坊 它目前是1300美金左右 然后后面这一波 是他们这个经济涨跌幅度 紧急上方这个行情 进入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该币种 更详细的价格波动参数 这个是一天以内的 然后后面这个是一周以内的 一个月 一年等等 都可以看到一清爱楚 如果你需要购买的话 那么直接点上方有一个购买按钮就可以了 进入以后 然后登录自己账号就可以了 登录账号以后 你就可以进行买入或者卖出了 如果你是老手的话 就不需要我多说了 但是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那么建议看一下下面这个新手血液 地址就在下面 需要的话可以自己去看看 这里面的视频和内容是比较丰富的 可以说是初学者进行必须的宝库了 一分钟购买比特币 首先需要注册一个账号 就可以进行购买了 它这里有个教程啊 你可以看一下 但是我会把这个帖子链接放在视频下方 新人的话 建议看一下这个流程 它上面有一个BB交易 还有这个合约交易 如果你是刚入门的 那么建议直接在这个平台上交易 或者是用这个BB交易 这个合约交易 其实并不适合这个新手操作啊 因为虽然它收益可能会高一点 但伴随着风险也高 这都是有投资经验的玩家玩的 如果你是刚入门的 那么不建议使用这个合约交易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投资有风险 大家需谨慎 如果台阶允许的话 可以拿自己部分的闲钱玩一玩 单做这个小小投资就可以了 切勿做出任何有失理性的事情 如果你在手机上操作的话 那么建议直接下载这个OE的手机客户端 这样操作会更方便 也会更安全 如果买来币 觉得存在平台上不安全的话 那么你可以注册一个OE的钱包 把币转过去 这个钱包是去中心化的 也就是说 谁也强调整钱包里的加密货币 我们先来说一下 怎么使用这个钱包吧 在默认情况下 当你打开这个OE的手机 按照应用程序以后 它会出现这个界面 只用点击上方这个跳过就可以了 进入以后 你先别着急登录 现在你就需要点击上方有一个 Web 手里这个钱包 进入这个Web 3钱包以后 然后进入里面上方有一个创建钱包 然后在上方显示 为了你的隐私安全 Web 手里钱包 不会存储你的钱包密码 请务必妥善保管 设置这个密码以后 你一定要把它写到你的纸质本这上 因为如果一旦忘记的话 那这密码就找不回来了 然后在上面我们输入一个密码 最好先设置一个大销写字符 然后加数字 再加这个特殊字符创 然后确定一下 设置好以后 然后进入点击下一步 这里它提示 请用生物识别 解锁钱包或者进行授权 进入点击开启就可以了 就通过我们指纹量识别 再会有一个双重身份验证 设置好以后 它下方提供了30多个工历的生态 那进入点击开启探索就可以了 到这一步的时候 它下方有个重要提示 就是目前这个钱包的助记池 我们还没备份 那进入点击开始备份 它上方显示 为什么必须要备份你的钱包 因为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时间 助记池和私钰 是你掌握和恢复资产的唯一方式 你必须要妥善保管 因为这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钱包 那进入点击下一步 然后这上面 它是给你的一些安全提示 那进入点击开始 这个时候它需要我们输入 刚才我们设置好这个节目的密码 我们输入进去 然后点击确定 那进入点击这个屏幕 这个时候 它会出现12个单词密钥 出现这个密钥以后 你千万不要通过这个截屏 把这个给它截下来 因为很多人首先 它有个云同步功能 一旦你截屏以后 就会被同步到云端 比如说百度云或其他云等等 这样的话是非常不安全的 你一定要通过手写 把它记在你的指质本质上 然后最后我们点击 为妥善保存就可以了 接下来它需要我们验证一下 刚才的助记词 首先它第一个 它问我们第一个助记词是什么 然后输入进去 然后第七个 然后第十个 选择以后 那么点击下一步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这个真正去中心化的钱包 就已经创建成功了 接下来的话 你就可以在里面进行交易 或者出售了 可能很多人会疑惑 就是这次以他访合并以后 为什么大量代币价格会直接下降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些95%的显卡锁力 都要在以太坊身上 但是一天去合并以后 就不能挖这个以太坊了 所以这全网的95%的锁力 大部分会走移到这个共同代币上 比方这个以太经典 ERGO VRB等等 这就会造成它们全网锁力大幅增加 难度也会随之增加 之前本来是1万个人来平分收益 但现在突然增加了100万个人来分 就形成了这个周少深处的现象 而且大部分的矿工 它们会结合资金的情况和资金流 去抛售现在手里的代币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任何一种代币的挖矿收益 它们现在都是负的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看到任何一个代币 能完全吞下这个ETH 合并以后的联系下的算力 现在矿工们 才能继续寻找 下一个比上一个更加有利可读的代币 当矿工们放弃自行的代币 就会导致代币的难度下降 通往挖矿盈利的能力 就会再次出现这个细微的上涨 所以每天在VoltoMind这里的排名 它们都是不一样的 每天都有起起伏伏 而是这个过程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只能大多多代币 达到一个大的相同的挖矿收益水平 这将是代币和矿工们的一支大起牌 所以这也就意味着 并不是全部的矿工 会拍摄它们手里的显卡设备 其实早期的显卡矿工 它们早就回本了 而且很多人只是拿自己手里的钱钱 去各办这个挖矿的设备的 它们压根不会为了这点现金 去Post手里的显卡 因为对于大部分的矿工们来说 它们都有比较接近的信念 那些是等待下一个奇迹的出现 可能是等一年 两年 或者是更久 当我们通过别的它们价格 就可以看到 它们的币种价格 也都是由一个过程车 到下一个过程车的演变 不管是比特币 以探访 还是其他的币种 当你拉长它的时间线的时候 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它们的币值 也都是跌堂起伏的 所以现在很多挖矿的人 它们早就看开了 而且目前全球经济也不咋地 美元变得花样的假期 手里的现金越来越不值钱 你只能也真正地看得 钱包里的钱 它购买力越来越低 现在我们重新说回 这个大量接压的矿卡吧 亏计现在往那很多人 都非常乐意看到演叠这一幕 殊不知 很多人才是这个韭菜的最后一环 这个二手显卡 洗洗刷刷 兜兜庄庄 最后又盘到了你的手里 所以说如果你是等等等 那么记得还是在等等